今天是10月26號星期四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好 那昨天晚上的美股 又比較震盪 整體來講真的是 真的可以說是四面楚歌 就是說一大堆的利空 全部殘雜在一起 導致說昨天的美股 科技股又在破底 所以說昨天晚上的美股 但是我真的要告訴大家 不要太過擔心 尤其是說如果你手上有一些 電子股 沒有在高檔賣掉 這個時間點不要去殺低了 現在去殺低真的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說昨天晚上的台子夜盤 也是跌了大約是145點左右 所以今天的台股會先開低 等一下的台股會先開低 可能說到了接近中午 才會再有賣盤進場 因為如果說是要去拉台的話 它一定會落在11點到12點過後 所以今天開低千萬不要去殺低 很多的股票那個位置 真的已經非常低了 好 那我們現在去看 其實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為什麼我一直跟大家說 現在的台股也好 美股也好 很多的科技股 真的都沒有必要去殺低 而且是很大的送分題 這就是給你去減便宜的機會 因為這個邏輯很簡單 你現在看到的利空 跟個股的本身的產業 本身的營收數字 幾乎都是沒有關係 真的沒有關係 你說昨天為什麼美股 又會跌這麼重 S&P500 費半指數 幾乎又是在破底 其實最主要最主要 還是美國10年起的利率 美國公債殖利率 昨天又再大漲上去 又回到了大約是4.95左右 又接近了5% 所以你看 公債殖利率大漲 昨天美國 科技股相對又比較弱勢一點 所以你看 這是 昨天的10年起美債 帶大家看 10年起的美國公債殖利率往下掉 往下稍微的回落一點 有沒有 台股連續兩天就大漲了 前一天大漲 昨天再大漲 昨天晚上的美債殖利率 漲到了大約是4.95左右 已經接近了5% 大約是前高這個位置這裡 所以拉上去之後 昨天美股賣壓又比較重 所以其實從這樣子的現象 你就可以清楚知道說 現在的股市 真的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美債殖利率真的太高 因為美債殖利率太高 它一定會壓抑到股票市場的資金 那就像我講的 我們現在只需要去判斷一個重點 只要美國10年起的公債殖利率 20年起也可以 就是說比較長天起的殖利率 它不會持續站穩在5%以上 那台股一定大漲 這個時間點一定就是最好的買點 那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其實你去看 現在台股大概有三大利空 第一叫做美債殖利率太高 第二叫做尾巴戰爭 第三叫做美國晶片禁令 那中美晶片禁令這件事 其實就像我們上禮拜所講的 中美晶片禁令這件事 感覺起來是越來越嚴重 因為原本有30天的寬限期 結果在前幾天 連這個寬限期都取消掉了 馬上生效 現在馬上生效 所以導致說 輝達跟一些相關供應商 它對外也是說 可能會稍微受到一點影響 那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講 你去看這個位置 中美晶片禁令 輝達的新晶片 它預計會用輝達的新晶片 下去做解決 因為你去想 中美晶片禁令這個東西 發生了幾次 已經發生了非常多次 每一次結果幾乎都是一模一樣 每一次要嘛就是 重新有一個寬限期 要嘛就是輝達推出新的晶片 所以其實你這樣回過頭去看 每一次都是一個最好的買點 所以我跟你說 現在這些利空 美國晶片禁令這個一定不用去擔心 這百分之百不用去擔心 你去想嘛 AI是一個大趨勢 假設說明年的輝達 他就是要大賺 他有可能會因為說 美國對於中國的禁令 就因為這一條禁令 從原本要大賺變成小賺 從原本的大趨勢變成說 不是一個大趨勢 不可能嘛 不可能因為一項禁令 原本一間會大賺錢的公司 變成不賺錢 你光是從這個邏輯去想 你就會知道 這是不可能的 看他怎麼去解決而已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 中美禁令 這是最不需要去擔心的 因為發生過真的太多次了 每次都一樣 他呢 上一次的A100 H100事件 就去年 那在更之前的沸騰事件 那在更更之前的 美國對中國第一次實施 一些 成熟製程的禁令 這些都有 每一次的結果都一樣 所以我才跟大家講說 每一次這種事件過後之後 大家回過頭來看 都會說 當下是一個最好的買點 好 那大家都會想 如果再回到一次 我一定會去大買 當13661的世新 從1000元跌到了500塊錢 去年嘛 去年10月而已 從1000跌到500塊錢 又從500塊漲到了1000元 那大家都會說 如果當時再回到500元 我一定去買 但是只要再發生一次 大家反應就不一樣了 只要說這件事再重來一次 大家就會想 這一次是例外 這一次可能不會這麼順利 這一次一定是例外 每一次不是都這樣嗎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 真的要把握 而且 所以中美禁令 就算是說30天的寬限期沒了 一樣不受影響 因為我們原本看好的就是 揮打新晶片禁令 再來 來去看 美債殖利率飆升跟尾巴衝突擴大 這是重點中的重點 尤其是美債殖利率 因為就像我講的 美債殖利率一定要往下掉 台股跟美股才會大漲 如果持續收穩在5% 資金就會一直被排擠到 為什麼我一直跟大家講 美債殖利率有很高的機會 它一定會回到4.6% 這個邏輯很簡單 你去想 如果美債殖利率一直維持在5%以上 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因為美國公債是零風險資產 零風險的資產 你說 我這樣舉例 假設說你去跟銀行借一筆錢 這個利率利息如果說不到5% 你就借一借全部拿去丟去美債就好了 全部拿去丟去美債 我們還是賺錢 因為它可以穩穩的領到5%的利息 5%的獲利 所以如果說美國真的長期維持在5% 值利率維持在5%以上 為什麼什麼ETF 基金這些都不用賣了 大家就去買美債就好 所以我覺得說 這不會是常態 不是說絕對不可能 但是它的機率真的非常的低 而且美國公債殖利率會這樣標 就代表說 大家對於美國經濟其實是非常看好 重點來了 為什麼我會說 這件事不用擔心 而且它回到4.6%的機率非常高 因為就像我講的 你要去看利空的利空 對於我們投資人來講 現在的利空是什麼 美國公債殖利率 對於美國公債殖利率來講 它的利空是什麼 它的利空就是美債的價格上升 因為美債的價格 跟美債殖利率它是反向關係 只要美債價格上升 殖利率就會往下掉 那美債的價格怎麼上升 就是要有人去大買美國公債 大買喔 那你說現在聯準會也不買了 很多的投資機構也不買了 光是靠一些散戶也沒辦法 那靠的就是避險的買班 你說現在有誰會有這種 大量的美國公債的需求 很簡單 需要去做避險的人 誰需要去做避險 就是擔心尾巴衝突會擴大的人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 你去看這個邏輯 對於美國公債殖利率來講 要怎麼去讓美國公債殖利率下來 靠的就是要有人去大買美國公債 誰會去大買 需要避險的人 為什麼需要避險 因為尾巴衝突擴大 這個邏輯沒錯嘛 尾巴衝突持續擴大 避險的買盤會越來越多 避險的買盤會去買美國公債 避險的買盤只要進場 美國公債殖利率一定就會往下掉 美國公債殖利率往下掉 會發生什麼事 台股自然就會大漲 所以你去想 這個邏輯沒有錯 完全沒有問題 現在台股跟美股最大的問題 就是美國公債殖利率真的太高 高到沒有人想買股票 怎麼樣去壓美國公債殖利率 要有人進場去大買 誰會進場大買 有避險需求的人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說 你去理解這個邏輯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現在股市好像 不是說特別的好 但是我去跟大家說 這叫做三大送分體 三大利空其實你了解裡面的邏輯 這就叫做三大送分體 所以大家記得先加入我們的 Light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你直接拿起手機掃描就可以加入 裡面最大的價值當然就是 我們跟市場上不一樣獨特的觀點 還有說我們盤號的解盤節目 也都會放在我們的Light裡面 大家可以自己去加入QR Code 就像我講的 股票市場永遠都是惡巴法則 永遠 永遠都是惡巴法則 既然是惡巴法則 如果說我們的論點 我們的看法 跟市場上絕大部分的人是一樣 怎麼賺錢 是吧 怎麼賺錢 你說全市場的人看法都一致 那我跟你講 這一群人一定都不會賺 這就是股票市場 股票市場賺錢永遠都是少數人 說大家全部都看好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大漲誰要賠錢 所以這是我一直常常跟大家強調的 看法要跟市場不一樣 所以你去想 為什麼我在這幾天一直跟大家說 很多的好股票 真的就是一間好好的公司 產業沒問題 明年的數字也沒問題 就是遇到一些鳥事 遇到一些鳥事 跌下來這不就是買點嗎 我們講的生活話一點 一台名車好了 一台名車被滴到鳥屎 難道它就不是名車嗎 還是啊 一間好公司好股票 遇到跟自己產業 跟自己獲利沒有關係的事 難道它就不是好公司嗎 一定是嘛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幾天 一直跟大家講的 很多這種真正的好公司 短期內跌個兩到三成 隨便進場隨便都賺 真的不誇張 這種好公司隨便進場都是賺 820的情城 來人去看 820的情城 有沒有這幾天我們也是 一直跟大家講 情城短期內 從多少235元跌到了170元左右 短期內跌了2到30% 而且就大概是一個禮拜而已 一個禮拜跌了將近30% 它公司也沒有什麼問題 這裡是不是可以去抄底 我們在前天跟昨天 我們在前天跟大前天 就週一跟週二 週一跟週二進場去抄底 有沒有真的是買在最低點 週一跟週二進場抄底 還有跟大家講 我們在早上8點半 前幾天都一直告訴大家 821的情城真的是不貴 往上拉 昨天跳空漲停板 雖然是沒有鎖起來 不過相對都還是強勢 跳空漲停板 昨天最高來到206.5 最低點是173 這個幅度已經是20%了 這個幅度已經是20%了 我們在週一跟週二進場抄底 隨便都是15%起跳 這就是我講的 你說820的情城 它為什麼短時間內 會跌個20%到30% 真的不誇張 就上個禮拜而已 就上個禮拜單週跌了20% 秦城是好公司是好股票 他做水冷式的機殼 他也沒有什麼問題 你說他被中美經理影響 他根本就沒有被影響 就像我講的 就是投信在亂賣 所以很多人說秦城怎麼會這樣跌 好公怎麼會這樣跌 我怎麼知道他怎麼這樣跌 你說他跌什麼 我也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他跌什麼 但是我知道的是 跌下來這就是絕佳的機會 他在跌什麼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說 他的訂單 我只要確認一件事 他的訂單沒有受影響 他的獲利也沒有受影響 這就是最好的買點 是吧 你看 這個位置進場20% 這個幅度已經20%了 昨天最高206.5% 市心也是 當時中美經理第一天 一直跟大家說 等買點 等買點 隔一天 2605 馬上大漲半更漲停 昨天 繼續再漲了半更漲停 最高來到了2700元 這個幅度也是將近了15%吧 大約是10%左右 這個反彈幅度 3661的市心 所以我跟大家講 這個時間點 今天台股不會太好 今天台股一樣會先開低 可能開低個百點差不多 但是跌下來 第一有持股了不用去殺低 第二滿手之精的 這絕對是一個非常好 值得去重壓的機會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私訊我們的Light 小老鼠 WE178 WE178 有任何的個股問題都可以詢問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現在的台股期貨是跌了230點 就是230點你沒有聽錯 好所以等一下台股 就是直接開低 開低個150點差不多 但是就像我講的 大家不用緊張 這就是一個過渡時期 因為沒辦法 美債殖利率昨天又大漲 美債殖利率 它一定會影響到股標市場的資金 這個是無可避免的 就是只要美債殖利率漲 不管說個股好壞 台股再怎麼好 再怎麼展望好 只要美債殖利率漲 它就會壓抑到台股的資金 就是說它會是一個悄悄板 因為畢竟說 以風險考量來講 美國公債再怎麼講 它的風險絕對都會比 股標市場再更低 如果這個無風險的東西 它的報酬率又高於股票市場 那誰要去買股票 是吧 一些被動式的基金 它一定會去買美國公債 所以只要說這個殖利率往上漲 它一定會壓抑到股市的資金 不只台股 整個亞洲股市都會被影響到 但是你要知道說 這部分的壓抑 純粹是因為 大方向跟大環境的問題 你說美債殖利率飆漲 導致說台積電 受到一些賣壓 那這是台積電的問題嗎 這不是啊 跟台積電有什麼關係 就是因為說 外資要去做平衡 基金的平衡 一些ETF的平衡 它只好把台股的資金 抽回到美國公債 就是它是做一個平衡 那跟個股基本面都沒有關係 拉回來就是買點 所以今天很重要的一點 開D之後千萬不要殺D 那任何個股問題不確定能不能 需不需要停損 能不能續報或是說加碼 打電話進來詢問 或直接私訊我們的Lite 現在用手機掃描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加入就可以直接詢問 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知道說在這樣的盤勢 大家一定會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說手上持股 我到底能不能續報 遇到這種非經濟因素的問題 到底能不能續報 或是說到底要不要去加碼 這就很重要 所以今天整個盤勢一定會比較動盪 大家記得就先加入 好 那我們看其他的 就像是說 在這樣的盤勢裡面 反而是說 位階低數字強的股票 它相對就會比較強一點 就是說它的位階夠低 相對就不會受到這樣子的震盪 我這樣帶大家來看 除了一些跌聲反彈的以外 像是6274的台曜 台曜也是 整個通波基板場 我覺得說 以一個中長線方向來講 都值得去低階 台曜 連帽 連帽也是 這個位階其實真的都是相當低 2383的台光電 也是一樣 整個通波基板 都值得下去做低階 再來 如果以短線來講 光晟 我們從前一周月跟大家講 整個光通訊跟CPO的族群裡面 唯一 不算唯一 少數 少數有數字 而且又有題材的 就是6442的光晟 有沒有 大盤在跌 它就橫盤整理 大盤一旦直穩 馬上就大漲 這就是便宜的好股票 你去看 這是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這樣跌 光晟沒有受影響 那一旦加權指數直穩 馬上一根漲停板 昨天馬上又往上拉 所以 可以去做留意 那還有包含像是6290的梁尾 有沒有 梁尾昨天大漲了半根漲停板 繼續再創高 梁尾它比較 比較偏向說 偏傳產一點 它比較不是說這麼蠢的電子類股 它比較偏一些零組件 所以 它既然不是大型的電子類股 它相對就不會受到美債殖利率的影響 就是影響程度比較輕 那又加上說 它的數字強 未來的真實本益比 真的也是夠低 所以你看 有沒有 從我們前一週講完 一路正正上 漲到昨天 還在創高 這也是我們的持股 前一週買進 上個禮拜 一樣再帶會員去買進 昨天半根漲停板 相對強勢 所以這部分都可以下去做留意 那包含像是 2233的羽龍 是吧 羽龍昨天 才特別再提醒一次 它的位階不高 隨時會再創高 昨天馬上 最高來到146元 又再創高 我們也是提前進場佈局 往上拉 昨天早上還特別提醒 開提之後又再走高146元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 就像我講的 大概可以分成兩個重點 第一部分就是 真的被挫殺的便宜好股票 伺服器 通勃基板 散熱這些就是 我們進場去抄底撿便宜 另外一塊就是 它在傳產的色彩是 比較重一點點 它的電子色彩沒這麼重 那這種就很適合說 它很抗症很抗疊 短線上就會比較強 像是兩維 像是羽龍 像是光聖 這些都是 那就像我們昨天講的 以羽龍來講 羽龍的題材其實蠻有趣的 就是說 近期這個減肥藥的大廠 非常的熱門 這個諾和諾德 諾和諾德的減肥藥 在目前整個國際上非常的有名 它的市值好像在前一個禮拜 它的市值一度是超越了LV 你敢想像嗎 一間減肥藥的公司 市值竟然能夠超越LV 這個真的是很誇張 所以其實說 就代表 其實說這樣子的狀況 也凸顯出 整個國際股市科技股 目前對於市場來講是 動盪比較大 所以大家資金才會轉移到 可能說生技 或是一些題材性的股票 那就像我講的 你說 諾和諾德 它在台場中 有什麼樣的收費股 其實直接相關的沒有 唯一的一檔 就是2233的羽龍 想不到吧 就是說 羽龍 大家乍聽之下 這個就是一個 金屬精密的零組件 怎麼會跟減肥藥有關係 其實羽龍它的 產品結構 是車用 還有醫療 醫療的部分 就剛剛好是在做 減肥藥的注射器 它注射器裡面的構建 所以說 這個藥物只要賣得好 對於羽龍營收也會有幫助 所以昨天就是創高 所以今天像是這些其他的 快速帶大家看一下 像是尾創 今天賣壓一定會中 這個不用覺得意外 今天破底都有可能 但是跌下來 很明顯 這就是一個超跌的賣點 光達也是 光寶科跟技嘉這些都是 所以等一下台股開低 不用太過擔心 不用急著去殺低 反而就是開低下來 就是你撿便宜的機會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失去我們的Light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下講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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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 感谢观看